字幕提供 浩子株玩具 要跟大家 继续分享本人的 儿时玩具 2020年的第五弹 然后要介绍的是 炸弹超人 爆外传系列的 勇者降临篇的 两个算是 魔神 或者说是笼神 都可以的 两个 封印之地的守护者 或者守門員都可以 然后出处是这本漫画 或者是说这个系列的 这有没有出卡 这我不确定有没有出卡通 但我确定的就是有出漫画 然后 之前介绍过的火之魔神 地之魔神 火之魔神 风之魔神 还有本人还没介绍过的水之魔神 还有地之魔神 跟后面这两个所谓的光之龙神 暗之龙神 或者是暗之魔神 或光之魔神 这两尊 算是这个所谓的 勇者降临篇的六大魔神 但他们这两个主要是 算所谓的 算所谓的守护者 守护者 然后漫画出处是这里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两个珍珠的颜色 分别是黑珍珠跟白珍珠炸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 然后这两只 我个人觉得这两只所谓的光之龙神 跟所谓的暗之龙神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 不难找啦 我真的必须讲 它这系列最难找的 绝对是水之魔神 跟所谓的金属电镀版的 火之魔神的那个白炸弹 或者是最后就是风之魔神 风之魔神 可是我看 看那个所谓的韩国拍卖 风之魔神不知道为什么 在韩国还很多啦 但我个人觉得风之魔神也还不错啦 那和惠是这样子啊 然后旁边那个是本人另外买的闪件 就另外跟人家介绍 先介绍这个里面的样子好了 先介绍里面样子 它这几所谓的光之魔神 跟所谓的暗之魔神 跟其他几只魔神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 它基本上没有组装的功能 它们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我觉得它们算是完成品了 拖不出来 然后拖入线 半绑了 它里面是这样子 弹珠掉出来了 然后里面可以看到贴纸 非常非常的多啊 但本人一样是秉持着 不贴贴纸主力者啊 弹珠弹珠弹珠 先剪弹珠 不然等一下不好找 等一下顺便把弹珠重新包好了 打开后里面是这样子啊 基本上它除了头盔 跟所谓的弹珠超人师 还有弹珠本身是另外装以外 它其他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一体成型给你啊 里面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可以看它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支啊 这一支很明显的就有黄化的现象啊 给大家看一下两者有个色差在啊 这个是本人后来的算是收到的瑕疵品啊 但它后来就补了一支给我觉得也还不错啊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全新品的话非常的白啊 很好看 然后如果这种 有晒到太阳或者是有拿出来把玩过的 我觉得它就是有点晒到太阳啦 就给大家看一下色差 里面是这样子啊 其实还不错啊 然后保力龙什么的 我都觉得做的还不错的状况下 先把它收起好了 然后没什么 反正开那个比较快 先开暗之身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暗之龙神的里面啊 然后它的售价如果是没有盒子的情况下 我可以 我是有看过人卖大概一千 弹出也太多了 大概卖一千五左右 一千五到两千多不等啊 台币左右啊 不算贵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再开的是暗之龙神里面的 哎呦弹出也一样跑出来 然后暗之龙神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后里面一样是这样啊 基本上就是 哎 然后这是黑珍珠炸弹 基本上它这个系列有个一样的问题啊 就是 它们两个基本上是同模啊 不同色而已啊 然后身体的部分主要都是一体成型啊 然后这个什么 只有弹珠人跟弹珠人所用的这个头盔 或者是我们讲的龙头 这两个是分开的啊 然后弹珠是另外装的以外 其他是没有任何的新的零件啊 伞应该说没有其他伞的零件啊 基本上这样 就开始介绍人体本身啊 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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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之龙好了 然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这个 白色会有 白色的那个光明色龙 光明龙的部分 它会有黄化 我可以理解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黑色部分 它也会出现色差 这两只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有个色差在 给大家看一下 左边这支是全新的 右边这支是全新的啦 然后 左边这支算是 算是 旧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除了 头部的 头部的颜色有不一样 这个明显是 还是深紫色 还是亮紫色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就变成有点那是粉色 然后 身体的颜色这是蓝色 然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变淡 可能也是有晒过太阳的部分 然后可以看到 胸甲的部分 两只颜色也有落差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晒过太阳 那基本上 他们好像都有色差的问题 那就开始先介绍 先用这一支 比较新的来讲 它商品的话 如果你没有 龙头的部分 是可以拔起来的 龙头部分 先把这个嘴巴 这有个下额啊 打开 怎么拆不起来 拆起来了 拆起后龙头的部分 它是一个 类似一个 弹珠穿你头盔的造型 然后你可以装上 装在所谓的黑珍珠炸弹上 装上去后就变成头盔 后面是这样子 前面这样子 然后它本身也是个龙头 龙头的造型 打开 底部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两个 这边有个孔洞啊 这是给他们 弹珠穿人站立的地方 这样子扣上去 然后可以再把所谓的 下额的部分 它下额的部分 可以像这样子折上去 也可以收起来 这样子 扣下去后 这里 再把它的龙头 龙头这边后面的孔洞 跟这边的插销 对应在一起啊 扣在一起后 它头盔可以再给它带下去了 这样就 算是变成所谓的 光明圣龙的方式啊 前面这边是唯一的炮台啊 它的炮台的部分 是这边有一个 尾巴 尾巴这边可以把弹珠放进去 然后这个零件 这算是一个转动的炮台机构 这样子旋转 然后可以看到 为什么它不会动 按道理讲这个会弹出来 这卡住了吗 我这次为什么卡住 底部 我知道为什么了 它的这边好像坏掉了 拿另外一支来看好了 按道理讲它旋转的时候 旋转的时候 这个会跟着旋转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会像这样子啊 刚好在鼠西部这边会有个炮管 一直前后前后的移动 我朋友说有点像鸡鸡大炮啊 但是我是觉得很好笑的一个东西啊 因为它刚好 算起来是在胸口或腹部啊 可是它刚好如果 它的摆弄的姿势不对的话 看起来会刚好是从底部这边前后移动啊 然后底部脚掌部分是有轮子的 所以它是可以像一台车子这样推动的 这点是可以的 然后后面的部分 它的这个 这要算什么 转动的把手它可以收起来啊 可以变成这样子一个收起来状况 后面两个翅膀也可以完全打开 像这个样子打开啊 尾巴部分其实是可以移动的 它应该说是身体可以移动 身体的部分脚 这边是可以旋转的 这边是可以旋转的 然后脚掌部分这边也可以在旋转 它们可以摆弄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也可以再往上一点 变成推 这整个部分是可以推成这个样子的 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然后尾巴部分往上抬啊 然后让泡 弹珠从这边推上去后 旋转这个 然后旋转的时候记得要先把翅膀收起来 不然你没办法旋转 我差点忘了 旋转 然后它就可以一直炮台一直打 拿个弹珠来试给大家看好了 然后它号称可以连打15发啦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一直丢下去 它就是会帮你一直 把里面的炮台清空啦 有兴趣的朋友 有收到这一组的话 可以考虑去一直丢这一组啦 然后就先把弹珠都先放进去 全部丢完后 全部丢完后 就开始一直旋转这个 然后它的炮台就一直丢 我觉得已经基本上没什么炮台的威力了 这种旧型的弹珠超人 因为以前的弹簧会老旧的关系 我觉得它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废的颜色机构 因为它还卡住了啦 我觉得里面好像卡住了啦 不是因为它射不出来 是因为它卡住啦 我先把它倒出来 我先把它全部射完好了 好 继续讲 诶 掉出来 好 现在确定里面没有了 合起来 然后正面的龙的前面是这样子 侧面这样子 另外一边跟那边是对称的 但它这边多了一个把手设计啊 上面这样子 然后它基本上这一组 不太会有损坏啊 我是觉得还不错 可是它最终损坏的地方 就是这两个角的部分 这样的角部分是螺丝啊 但它如果动久了 它会坏掉 另外就是 龙头可能不见 然后所谓的 后面这两片 红色这两片 它的上面的龙头 后面这里有两片啊 它这两片 有些的人的会不见 有些这里的人会不见 然后它的 除了它的所谓的黑珍珠 可以跟它的龙做合体外 它其实也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往前推 等一下 它这样 变成这样子 然后 脚往后 往下 变成这样子 推成这样子后 它的底部这边的轮子 在 转动的时候 呃 要这样 再低一点 它会有一个类似 这样子 这样刚好会是一个平行 然后这边看到那个 所谓的 那个TOMICA的刚硬啊 它们这样子的时候 刚好这边跟这边是一个 呈现平行的状况下 然后你知道滑动 它的轮子 它的腹部的这个紫色零件 也算是联动机构 它如果滚到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子弹炮台打出去 你不需要旋转这个 也可以射击啊 但我本人不想试这个零件 我很怕这个不小心就被我弄坏了 因为我上次那一支 刚刚转不动那一支 就是好像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这种状况下 其实这边还有两个孔洞啊 这两个孔洞就可以装 把那个所谓的 弹珠仁的部分 让它站在这上面啊 弹珠仁的部分 站在这上面啊 弹珠仁脚底的 插销插上去后 它就可以放在这里啊 这是 所谓的暗之魔神的两种形态啊 就是趴着可以这样子滚动的一种形态 另外一种就是 装在胸口的部分 变成暗之龙神 暗之龙神的部分的两种形态啊 上面这里是这样 然后它的这边 如果你要它射击嘴巴的部分 它这边 这边要算什么 后面的龙领的部分 这个零件也是可以压的啊 基本上它这一组 没有什么可以坏的地方啊 然后算是很大支的联动机构 玩起来是蛮爽的啊 但是缺点就是 那个声音其实 我觉得有点吵啊 那再来就介绍 所谓的光之龙神的部分啊 光之龙神的话 弹珠是白珍珠 白珍珠炸弹啊 把头盔的头拿掉 是这样子 后面这样子啊 然后头盔的部分 可以装上去 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 所有看到的联动机构 两边 跟所谓的暗之龙神是对称的啊 所以它也可以变成所谓的 这样子 先把尾 插锹拔起来 拔起来 应该说 往上推啊 推成这样 然后 脚掌 往前 脚掌 往前 变成这样 怎么觉得好像 它会这样是平的啦 然后一样旋转的时候 这边一样可以 突突突啊 突突突 这个旋转 然后可以看到 这边也会跟着旋转啊 这里 然后这里旋转 它也会跟着旋转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机构啊 然后一样这边上面的插销 可以把 融尺的部分放上去 在这里 然后让它站着啊 像这样子 对 头忘记把它装回去 头会让它在这里啊 嘴巴打开 啊 这个下额这个也会掉啊 但这个下额我是觉得 比较不会有人 看到它掉的部分啊 掉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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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看这样子 侧面这样子 跟所谓的光之 暗之龙神 两支是 一模一样 只是算是有色差啊 但两支我是觉得说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 暗之龙神比较好找 暗之龙神好像是看 好像还有人卖到一千五一下 其实是蛮划算的啦 以 彈珠超人爆发战的魔神系列来讲 我觉得它这两支 还算蛮有造型的啦 但 比较可惜的就是 它并不算是 跟之前介绍过那几支 是用组装的方式在做饭手 它基本上主体的部分 是给你一体成型啊 所以它可拆的零件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龙头 然后 所谓龙头后面那两片龙龄啊 算是 我觉得跟那几支是算起来 说是一起的 我就不如说是 说是同一个系列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们两个是非常微妙的存在啊 虽然帅是帅啊 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啊 这是弹珠超人 呃 弹珠 炸 炸 炸弹超人爆外传 勇者降临篇 后面出现的 两支 魔神 分别是白色的光之龙神 黑色 这应该算深蓝色 深蓝色的 暗之龙神啊 算是本人 后来才收到 这早期我并没有买这两支啊 因为以前我一直以为 爆外传系列 这两支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那个所谓圣凯传系列的商品 但后来发现我搞错了 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啊 有爱的朋友可以考虑去购买这两支啊 大概一千五到两千多不等啊 那如果好一点的状况下 像有盒全新的 会卖到三千多 我是有看过的人在卖啊